接下來有關其中專題作業的部分 當然就是仿製剛剛講的這個範例 然後必須有這三個 1、2、3 OK有沒有 反正函數的話你就想想看 因為你要做樞紐分析表之前 你可能沒有某個欄位 你要把它變出來 那可能是把它切割某個欄位的資料過來 或者是可能也許合併也有可能 反正一般是切割的比較多 然後你再來就樞紐分析表 那至於說你那個難易度 那你也不要做太簡單 太簡單的話我可能分數也是比較基本的 但如果你做的相對複雜 你可能 而且你的問題我覺得很深入的話 那當然我會給你比較高的分數 因為難度比較高 這個的話我覺得 那比較花時間我覺得 還是在那個 之前同學的心得裡面 常講就是找題目好像花最多時間 因為好像那個 不是每一個政府機關 公務機關 提供的資料都可以用 而且我覺得有些資料 真的公務員覺得在混 好像就是反而我把東西丟上去 管你用 那看起來好像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好像相對 比較認真一點的感覺 因為我看起來好像大部分每個都可以拿來用 那至於外縣市就不一定了 所以這個可能你們要自己花一點時間去看 順便審視一下不同的公務機關 他們的認真程度 OK 我是覺得好像台北市 可能還是首善之區吧 首都的位置 所以大部分我覺得公務員的素質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感覺好像稍微好一點的感覺 這個我是個人的主觀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用AI輔助設計 那用AI輔助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函數 如果你這個函數 假如你不會的話 那你可以在AI上面描述一下 請AI幫你產生你需要的公式 那這個公式的話呢 我覺得啊 當然也是一種嘗試性 因為AI說真的 TrashBT去年才出來 所以其實說真的 它其實也還在磨合 大家還在學習怎麼用 所以我主要的用意是希望 你們可以透過AI 幫你輔助產生需要的公式 那AI目前不是只有TrashBT 我是覺得TrashBT之外 其他像我自己使用下來 其實TrashBT不見得是最好的 目前好像最近出來的 就是上個月 才推出來的那個Gemini 我覺得好像有很多地方 我發現它好像甚至比TrashBT還更好用 所以如果假設 你們要問問題的話 其實不妨 除了TrashBT之外 你也可以試試看這個Gemini 然後還有微軟的Copilot 因為Copilot它標榜就是 它比TrashBT的那個 那個版本還要更新 因為TrashBT用的版本是3.5的版本 那Copilot的話呢 它用的版本是4.0的版本 不過好像遇到一個問題 你用的瀏覽器 一定要用微軟的瀏覽器 好像有沒有 我們現在用的 通常是Google的Chrome瀏覽器 可是它好像在Chrome瀏覽器上面 ROM會有問題 所以你們可能要 改成用微軟的另外一個 Edge瀏覽器吧 好像新的版本底下 好像也都會有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Edge 搜尋 我不知道它那一鍵 好像是不是 好像在這裡 有沒有 您的AI資源Copilot 有沒有 立即適用 Edge就是這個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適用 我是覺得 這個Copilot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版本比較新 第二個它還有一個 那個TrashBT沒有的 就是它可以幫你生成一個圖 幫你產生一個圖 比如說你要產生一個圖 就比如說什麼 一隻狗騎摩托車 一狗騎 或者猴子騎摩托車 有沒有 現在很多什麼 形容人家亂騎車的話 就是猴子有沒有 猴子騎摩托車有沒有 它之前還有一個影片 叫三道猴子有沒有 我想叫三道猴子 其實就是有點 不過也蠻貼切的啦 我覺得它描寫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呢 產生一個圖 叫做猴子騎摩托車 那你其實就可以用這個Copilot 我覺得它裡面有 叫做一個什麼 AI產生圖的 Image Creator之類的 那你就是用這個試試看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算是一個加分的部分 那當然我是希望說 你們可以多多利用這種 AI的相關應用 輔助我們產生公式的步 那這個當然你用的多對來說 我是覺得第一個 你可以學習以後有些不會的地方 你也可以問一下AI 你就不用花太多時間 就還有不斷在做這種 函數的學習 我覺得換個方式 說不定能夠 得到更多的不一樣 那當然AI可以生成公式 我剛剛講 甚至如果公式有錯誤有沒有 哪邊錯你不知道 甚至你可以把公式貼到那個AI上面 請幫我找出我的公式裡面的錯誤 他可以幫你 甚至你可以解釋 比如說哪些公式你不清楚 你可以解釋一下 等等的 另外當然你可以把那個AI的公式 請他幫你把公式轉成程式有沒有 其實也可以 我發現其實目前我用的心得 大概會有這幾個方向 比如說幫你產生 幫你除錯 幫你解釋 然後幫你轉換 其實他做的其實比我想像中來的更好很多 當然如果你用的越多成績越高 加分的部分越多 不過這個可能滿花時間是真的 主要用意是希望你們去嘗試 其他的話就是說 選題原因 然後設計過程有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心得的撰寫 當然也有可能你發生一些錯誤也沒關係 或者你實在是有些難題 你也可以提出來問都沒關係 因為我是允許你們是現在不太懂 而且現在你們也不可能一下就變成專家 那你有可能是有發生問題 你也可以把它提出來 甚至你可以希望說 我們我看了你們的這個心得之後 我也許在之後上課 我可以把它拿出來幫你們解答 或者拿出來討論也OK 大概是這樣吧 我想這應該比起用考試來的簡單吧 OK 這樣的方式應該沒問題吧 還是你們覺得這不好來考試一下好了 考一下 我就可以考一下 我們已經把這個做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有什麼 林里區嘛 OK 那如果路接到的話怎麼辦呢 其實路接到 比照辦 有沒有發現 它後面的這個字 可能是路 也可能是街有沒有 比如說底下應該有什麼什麼街吧 底下應該也有什麼什麼路吧 像底下這個應該都是路 路的好像比較多 街的好像就比較比較比較 底下好像也沒有 這邊也有街啦 這個叫長順街 底下應該有四名大道之類的 因為林里區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 改成路 街 道 就OK了 所以聰明的辦法怎麼樣呢 乾脆把這個公式 複製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地方 這裡 然後把它改成 路 街 道 不過路接到比較不用按順序 為什麼 因為路接到它不會同時出現 可是林里區會同時出現 如果同時出現的話 那一定要先找林 其次找里 所以林里區有順序的 路接到沒有 那我就把這個公式選起來 有沒有 然後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取消 再把它貼到這邊來 取消之後才能貼上 然後分別把這個地方改一下字 改成路 意思說如果找不到路的話呢 那就是再幫我找街 如果假設沒有街的話呢 那再幫我找到 OK 反正你就小心 不要打錯 理論上應該這個蠻簡單的 OK好 那最後呢 打完再打個勾就可以了 找到了 向下填滿 理論上應該下方應該都OK 我看這邊有錯 這哪裡有錯 大同區民族西路 有路 有路啊 為什麼找不到 沒有沒有 看錯了 應該是下面這個 這個沒有路了 所以它怎麼 無名相 這麻煩了 無名相 不過無名相的話就沒辦法了 這應該算哪一條路 所以 如果假如 這個沒有那就是算了 我們就不用去特別管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OK的 那只是說呢 有一些地方 像這個 OK 我們就 它這個 寧夏夜市附近 這個歸哪一條路啊 算了 如果像這個 這個就算特殊的案例 我們暫時先不管它好了 不然的話這個應該就 OK 如果假設做出來了 零里區位置有了 有沒有 就是零里區 路接到貼過來 就是路接到 那接下來的重點就是說呢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得到 應該有的那個資料 然後最最後關鍵 所以插入有沒有 一樣就是MID函數 所以我用文字裡面的MID MID的話呢 就是切吧 OK 所以MID 然後呢 地址給它 我要切的資料在這裡哦 然後呢 star number是哪個字開始 那我就是從那個 零里區的位置有沒有 那記得哦 零里區那個字的下一個字 因為我零里區那個字不要 下一個字 所以加1 OK 那意思是說啦 我要的不是從第六個字開始 我要從第七個字 新深北路開始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 那請問一下你要幾個字 那幾個字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從路接到的位置 有沒有 路接到這個字哦 再扣掉區的位置 有沒有 所以6 10 減掉多少 減掉6的位置 那幾個字 4個字 那不就是剛好我們要的新深北路了嗎 OK 那你說老師那可以符合其他的呢 其實應該都符合 試試看哦 按確定 像現在填滿 那只要是他的規則不是錯的 像這個錯就沒辦法 因為他是無名像 這個沒有 OK 所以理論上底下應該就會 取得是一個比較正確的資料了 像這個本來錯就不管了 OK 底下這個錯誤的話就暫時不管就忽略了 OK好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我就可以統計出 只要是資料是正確無誤的 那我就把他們通通都做一個統計分析 那最後的話怎麼樣統計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 到底台北市停在哪些道路最不安全的話 OK 那最後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先把這個做出來 然後有這個之後再利用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就可以有答案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 所以我剛剛的做法其實只是什麼 把原來的這個零里區的這個公式 貼到這個J的這邊 把它改成入階道 就這樣而已啦 OK 貼過來 入階道 然後呢 再利用這個兩個 把它用密的函數 就可以得到我要解 這裡可能公式裡面你就要自己再加 這個就要加1啦 因為它是零里區的位置的下一個字 加1 那幾個字的話呢 就是從入階道的位置 再減掉零里區的位置 這樣子就可以得到我要的 OK 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嗯 好 好 好 Ling